大家好 今天来吃一些面包甜点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酸奶 酸奶我是用这个发酵粉做的 克菲尔的酸奶发酵粉 它的话就不需要酸奶剂 然后就特别方便 放点燕麦 这个是欧扎克的 我之前吃过他们家那款紫色的 特别喜欢 然后他们出了这个新的芝士树美味的 这个衣麦真特别脆 这个酸奶粉发酵的酸奶 感觉跟一般的酸奶口味不太一样 它有一种淡淡的酒香味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 这个真的热的比较好吃 下面的面包脆脆的 这个真的热的比较好吃 这个也不知道 料沾了好多 料沾了好多 感谢观看 我感觉这款新出的芝士味 要比那款紫色的稍微甜点 放入涂糖 苹果汁 酸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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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種粘渣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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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好吃 蛮的 很黑 很黑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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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太多了 这款总体更偏咸口 有点 里面是蛋皮 这个好好吃啊 这边旁边还有芝士 这个有点意外 本来看着样子不怎么样 还不是特别想买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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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的眼睛 它是好 我在二人做的 我最好 我要你做一碗 我看你做的 我看你做的 我不 Helsinki 我做的 我呢 我看你做的 我看你做的 那你做的 这雪花醋的包装还挺可爱的 骨干还挺多的 这我之前也吃了一次 然后视频没录上 感觉这次吃没有上的是好吃 有点咸 要看更好 再也不要再吃 一点一盏 红薯 尸不辣 有点 红薯 红薯 前面 这一面 好 这个真的好吃 推荐大家去试试 这个真的好好吃 这两块留给菠菜吃 好了今天就吃到这里了 拜拜